我们先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宝王 喀玛巴敬礼徒登达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师母 丹真葛措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棒的 都是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我们自己维会的同盟 是 你都可以了用 都可以了用 我都可以了用 我都可以了用 是 我都可以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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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lum-jji Qian-ni Yapi Bling-bling Ko-mah-la 剛剛有這個情話儀式 那么也有天女上花舞 这个一定要讲 维摩结晶 那个字是读作极 还是读作绝 读作绝 那我们以后就记得 要念维摩结晶 维摩结晶 这个缘起是这样子的 这个有一天 当我讲完金刚经的时候 很多弟子跟我讲 请这个卢师尊继续讲讲经 那佛陀的经典 非常的多 这个 所谓三藏 十二部 三藏什么叫三藏呢 一个就是经藏 一个就是律藏 一个就是论藏 那么经 是释迦牟尼佛所说 力 是释迦牟尼佛 传下来的戒律 论 是后来的圣人 他们由经里面所发挥出来的 所有的论 精辟的 所有的经论 就是论藏 佛教有所谓的三藏法师 本来法师 这两个字 是非常尊贵的 有法才是师 所以成为经师 历师 跟论师 你通晓 释迦牟尼佛的经 就叫做经师 你完全明白 而且实践 佛陀的借力 就叫历师 你能够 懂得 圣人本身的 所有的精辟的言论 才叫做论师 三个合起来 再叫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 那必须要有法的 才称为师 现在呢 这个法师啊 就 称为法师的 就是一剃度 一受戒 就称为法师了 其实那是还不一定的 法师已经 这两个字已经被泛用 泛了 被广为一出家啦 理了光头啦 就称法师了 其实没有什么法 你到底懂得 经历论 没有 没有就不能称为法师 法师这两个字 是非常尊贵的 不是一出家就称法师 但是现在普遍啊 只要一出家 大家都称为法师 所以有法才是师 你没有法 就不能称为法师 这是一个议论 大家要我再继续讲经 我一直在想 要讲什么比较好 经过了一个礼拜 结果这个 维摩杰大师 他进入我的梦中 我是做了一个梦 他进入我的梦中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就讲 维摩杰经 是他告诉我 要讲维摩杰经的 我就问他 你从何处来 他的回答是这样子 卢师尊啊 你还是那么笨吗 我说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从何处来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只要心里清净 我就在那里 于是讲 他是无来无去 没有来也没有去 只要你心里清净 他就在那里 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 大家要记住 佛菩萨不在那里 只要你心里清净 佛菩萨就在你那里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然后维摩杰又怎么讲呢 维摩杰大肆跟我说 我这个精明啊 很多人 有不种的说法 维摩杰经 也有讲 维摩杰所说经 也有讲 佛说维摩杰经 另外还有 不可思议 不可 不可思议经 还有不可思议 法门经 很多种翻译 另外还有这个 无后称经 无够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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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这个 他的这个 用他的经明很多 维摩杰跟我讲 那你卢斯尊 你也帮我取一个经明 过去我曾经读过这一本经 我是读过这一本经的 我想了一下 我就讲说 这个维摩杰 人间游戏经 他听了以后 他讲说 还算满贴切的 还算满贴切的 维摩杰 人间游戏经 他在人间游戏 然后我又想 这样好像 讲到游戏 就等于游戏 现在的人喜欢 玩游戏 好像世俗来一点 叫维摩杰 法王 我说 维摩杰 法王 神笨经 我说 法王神笨经 你认为怎么样 他说 上家 那我就问 问这个维摩杰 我说 如果你自己起经营 你要起什么 我就访论他 如果你自己来起经营 你要起什么 他回答 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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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我说 这样不是没有名字吗 他说 所有一切的精明 全部都是假明 没有真实心 没有真实心 所以他真正的精明是 所以他真正的精明是 因为它包含了一切 它完全是包含了一切 灵灵经 那就是洞洞经 什么叫洞洞 洞洞也就是灵灵 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当军人的时候 我们讲灵就是洞 所以我们那个连叫做 五八洞二测量连 五八洞二 是五八零二测量连 我们的脸叫苏日五八洞二测量连 洞就是灵 以后我们称这个微毛结晶 叫做洞洞洞洞洞经 灵灵灵灵经 所以我们讲的经典名称很多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谈一点 这个经啊本来是黄文 本来是黄文 那么欢迎的人 就是玄魔罗沈 玄魔罗沈呢 谈它啊 是一个真的是很伟大的 很伟大的一个 就是阿滴陀经 也是它翻的 它翻的 它翻很多经典 妙华人花经 也是它翻的 金刚经 也是它翻的 心经 也是它翻的 那么它的父亲啊 是叫做玄魔罗沈 他的父亲叫玄魔罗沈 是在中印度 中天图 中天图的人 中印度的人 他很有知识 很有学问 喜欢游历 那杰魔罗沈呢 他就是到世界各国 去行脚 去游历 游历呢 到了归芝国 归芝国 跟归芝国的这个国王 知道他是一个 善知识 有学问的人 跟他谈论了以后 很佩服 就把自己的妹妹 归芝国王 就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这个 玄魔罗沈 生下来的小孩 这是 这是 玄魔罗沈 玄魔罗沈 出生 到了七岁的时候 他就出家 天知 非常的聪明 我们称这个 古代这些聪明的人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他就是有这种本领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出家以后 他好像就像一个圣人一样 那个时候 这个虔诚 福坚 是福坚的时代 大家晓得吗 福坚 中国历史上的福坚 福坚 六十万大金下江南 是六十万还是八十万 你们记得吗 八十万 确定是八十万吗 福坚 福坚八十万大金下江南 哇 整个中原地区都是 他的了 那时候福坚 有一天晚上 看到东南西北方西方 看了 有一道光在西方显现 那个时候啊 福坚觉得就请 那时候的 这些有名的张伯的师傅 去张伯 为什么会看到那一道光 那张伯的这个师傅啊 那时候叫做什么 这官天文的太史官 这样子给他一看 一张伯 他说西方有圣人出 有圣人出 是很有才法的圣人出来 结果是哪一个果 是归之果 是归之果 有圣人出 所以福坚呢 他就派礼光 礼 去讨华归之果 去讨华归之果 结果抓到了 吉尔摩罗瑟 就被抓回来 抓回到最后 他到了长安 就专门翻译 大圣经典 是这样子的 有这一段翻译的 他有这一段的这个历史 其实 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 玄庄法师 玄庄 有初始西义 就是到了印度 去学佛法 玄庄法师所学来 学回来 他是学为世 就是现在的法相中 法相中 他学回来是学为世 法相中 到了纳南多大学 印度的纳南多大学 去学法 学来以后归来 他就是山藏法师 玄庄 很有名的这个玄庄 他是法相中 法相中 大部分是为世的 玄庄其实他也有翻译 像那个维摩杰 他的名字 按照杰摩罗省所翻的 就叫做静明 静明 维摩杰是属于环语 那么翻成中文就叫静明 静明 清静的明 清静的明 叫静明 这是维摩杰翻的 叫做静明 玄庄翻的 玄庄翻的 就是叫做 无寇称 所以无寇称经 是由玄庄翻的那边来的 那么 那维摩杰他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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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罗省所翻的 他是怎么翻的 他是用意 用意去翻的 玄庄法师 他去翻的 是直接从凡文 凡文字翻过来的 他是日意 一个是属于意 意 意 就是 意识 这个经典的意识 他用意识 知道那个意识以后 就以这个意识来翻译的 所以他的文字比较流创 他如果用日意 玄庄法师翻译的 就叫日意 是以凡文的字 一个字 一个字 把它翻过来的 那叫做日意 那 以这个文字来翻译的 而不是用 他的意识来翻译的 那绝摩罗省所翻的 大部分都是意识 用这个经典的意识 句子这样来翻译的 所翻的是不同 日意跟意识 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 那 九摩罗省所翻的 是属于意识 那 玄庄法师所翻的 是属于日意 日意 日意 用 一文文一个字 一个字翻过来的 那 要讲这个经以前 翻译这本经的人 也要稍微提一下 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了解 它的意思 这个佛法 真的是至高无上 至高无上 没有比佛法再更深的法 这是无上法 无上法 所以我在写这 291本书的时候啊 我的序 就是讲这个 《唯摩劫大事入梦来》 第一篇戏 就是它进入我的梦中 跟我的对话 我把这个 二 这个 291册的书名 就叫法王大神变 法王大神变 其中呢 我会提到这个 很多这个 这个 唯摩劫 他每一天 给我的这个 起誓 给我的这个 给我的这些 起誓 唯摩劫本身 他给我的很多的起誓 受益无穷 我会把这本书 好好的写 这本书里面的 不是 我不是写 《唯摩劫经》里面的东西 我是写 唯摩劫 给我的起誓的东西 这是法王大神变 法王大神变 法王大神变 讲几个笑话 刚刚讲的是 都是正题 大家都没有笑 讲几个笑话 让大家提提神 有一个病人跟傅士讲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医生有没有 吩咐你送安民药过来 护士讲 没有啊 病人讲 如果再不拿 哪来 我就要睡着了 好痛 现在疫情这样子 很多的疫情的这个笑话 我看这个是 也是跟疫情有关的 打疫苗 跟疫情有关打疫苗 有的真的是会猝死 猝死 打完疫苗 就突然间走的 也蛮多的 不打疫苗呢 它就会病死 每天看新闻 看新闻 会气死 这个 轰尘 再轰下去的话 大家都很穷 就是穷 穷死了 那学校也没有上课 小孩放假 就已经烦死 那关在家里啊 没有工作 就饿死了 那每天关在家里 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怎么样 就是等死 等不到补助怎么样 就叫哈 哈死 哈到死 哈死 然后在家里啊 每天吃啊睡啊 就回死 哈 哈 哈 这疫情 真的是很麻烦的事 很多同学在讨论喜欢看的书 小明 小明就问 老师啊 我们全家人都爱看书呢 我的奶奶啊 爱看保健书 我的爷爷 我也爱看笑话书 我的妈妈喜欢看这个彭任书 老师问 那你爸爸喜欢什么书呢 小宝讲 我爸爸是公司的总经理 他只是爱看秘书 他只是爱看秘书 也是书 你秘书啊 老师问小明 小明啊 你为什么要除道 小明讲 我刚刚帮助一个人 老师讲 真的啊 你也会做善事啊 小明讲 是真的 这个人啊 吊了五百块 没钱 坐车回家 于是我借了两百块给他 老师讲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骗子呢 这样随便就借钱给他 小明讲 因为我捡到五百块 好啦 现在进入 你问我答 这个 这个 Bajio Bajio 是 骚子的地方 骚子 骚子 就是 碰到人就讲 骚子 就是巴西 你啊 师联合问的 联合上师问的 他还有问题啊 最敬爱的师佛 佛安 帝子联合一心鼎礼师佛 感恩师佛不辞辛苦 每周为众弟子 施宜解惑 点亮明灯 弟子祈请师佛为众等开施 但是 目前我们 真佛中 成立了 真亲会 真佛中青年会 简称就是 真亲会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 而这些年轻人中 很多还未归衣 也还未深入了解真佛秘法 但是他们通常对禅定 很有兴趣 请师佛指示 为了度化这些年轻人 可佛直接教导他们练习禅定 又如何在真佛秘法的诸多保障中 选择哪一种禅定法门 能最契合现代的年轻人 感恩师佛的开示 祝愿师佛健康长寿 请佛注释 弟子 联合拜上 年轻人喜欢 学这个禅定 练习禅定 好 那我就讲禅定 其实 释迦牟尼佛 他讲的 这个所谓的 三无肉血 三无肉血 就是戒定慧 戒 戒 就是首戒 定 就是禅定 剥叶佛 佛 佛慧 叫做剥叶知慧 剥叶知慧 不是一般的世俗的知识 知识跟知慧不一样 然后知慧 在我们世俗人讲起来 他就一般的 一种知识 加上的那个灵机 加上的灵机 就叫做知慧 佛法的知慧是不一样的 它是属于剥叶知慧 就是教你如何花菩提心 如何去实践菩提心 到最后呢 你能够以菩提心 来成就 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 在成就 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才是 释迦摩尼佛讲的知慧 至于禅定 跟戒律 在上座部 佛 佛的上座部 非常重视 大众部呢 后来佛教分成上座部 上座部就是 以前佛陀 教阿罗汉 修行的一个方法 他们严守戒律 每天修禅定 就是上座部 他们的修行 很重视戒律 跟禅定 那么大众部呢 就比较重视禅定 他也重视禅定 也重视智慧 两者 他都重视的 哪一个禅定的法门比较好 这个就很难讲 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我们知道的 为什么要禅定 为什么要禅定 主要是要 让你精神统一 让你精神统一 这个老子也讲过一句话 人能守一啊 万事必 人能守一万事必 就是你能够精神集中的话 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解决 是老子讲的 人能守一万事必 释迦摩尼佛也讲过啊 精神统一啊 无事不成 其实我们按照现代人来讲 你继经会神的去研究一件事情 到最后终于会成功的 你如果以善慢的心来做任何事情 大部分都不是不成的 所以我们出家人啊 最忌讳的就是 就是懈怠 懈怠 懒惰 拖懒 就是罪叫人瞧不起的 这六波力 六波力当中啊 其中一个是精进 这精进呢 对着不失也要精进 持戒也要精进 精进的更要精进 忍入的也要精进 禅定的也要精进 智慧 智慧也要靠你精进去学习 才能够得到智慧啊 你如果出了家 顶着出家的法师的名字 你脱懒 懈怠 非常可耻 我告诉你 绝对是可耻的 你在里面混水摸淫 不可少数 但是 释迦摩尼佛时代 他很不喜欢这些混水摸淫 混水摸淫的都不会有成就 六波力 六波力 波动蜜当中精进 是包含任何一种的精进 都包含在所有六波动蜜里面的 混水摸淫的 你读书混水摸淫 你怎么可以 出了家你还混水摸淫 你等死啊 等到死的时候 你才知道来不及啊 所以我告诉大家 其实师尊是 师尊唯一的长处 我本身如师尊唯一的长处 就是毅力 我没有什么本领 我就是毅力 我的坚定的毅力很强 所以才能够写那些书啊 才能够画那些画 才能够做一些事情啊 做一些法务啊 如果出了家还混水摸淫 你就给我还俗 你本来就俗嘛 你哪里有出家 你哪里有出家 出到家还混水摸鱼 就是混尸家摸尼佛的鱼 这个将来啊 这个将来啊 死后到地域啊 就打 炎楼王先给你打五百大板 叫你屁股开发 出了家还混水摸鱼 太不要脸了 我千万不要给我混水摸鱼 我告诉你 我看 看啊 我平时不讲 看那些混水摸鱼 知道就好 是真是很精进 在修行 而且你看 我努力修啊 修气脉名典 修到真正的无漏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修到 修到真正的无漏名典 所以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讲禅定 我跟大家讲 年轻人 要精进 你既然对佛法有兴趣 对禅定有兴趣 第一个你就要精进 在摸索在那个禅定 如何让你的精神统一 只要能够精神统一的 全部都是方法 有很多方法的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讲鼠席观 鼠席观 专注你的呼吸 精神专注你的呼吸 所以你就在呼吸上面 当然连自己的呼吸都忘掉了 那就 传定了 就精神统一了 那个叫做鼠席观 第一个观法 我们晓得是鼠席观 就是注意你的呼吸 一吸进来 一呼进去 每天都一定要禅定的 出家不是闹着玩的 不是另一种职业 你改换人生的跑道 跑到出家来 你以为这个可以玩一玩 你以为这个可以玩一玩 推 有事情我不会我推掉 不做 脱 不能不做 脱子狗脱了 脱半天也好 脱一天也好 脱一星期也好 脱一个月也好 脱 第二个懒惰的脱 第三个实在脱不下去的 拉别人来做 请别人做 自己不做 推脱拉 啊 这脸皮是在厚啊 每件事情都要研究 要精神统一的去做 所以鼠席啊 你一定要练 我先 我先讲鼠席 鼠席 就是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 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你很细心的去观察你的呼吸 一呼一吸就是一 一呼一吸就是二 一呼一吸三 啊 这样子一直数这个数目 一直数 数到最后 你精神统一在这个呼吸上面了 到来有一天 你一直专注着你自己的呼吸 专注到最后 你终于忘掉了呼吸 其实我们平时就忘掉呼吸 但是为了让你的精神能够集中在一个点上 以呼吸来作为一个点 非常重要 这个很重要 以呼吸来作为它专一的一个点 你就专注你的呼吸好了 其他你通通都不要去想 其他你通通都不要去想 有时候 那个在你精神统一的时候啊 你反而你身上的气 反而自然触动了气的机能 在气脉明点的修行上有两种很重要 一个是纳气 把气纳进来 气 纳进来 呼出气的少 吸进来的多 你的血中 你的血中就有氧 有一天啊 你这个血氧都够了 突然之间 你的脉就充满了气 就把中脉都打通啊 就把中脉都打通啊 那我们最近的那个 的同门当中啊 有很多通了中脉的 很多通了中脉的 像这个 今天刚刚回去的 新加坡的 莲花丽菲 她的中脉是通的 她的中脉是通的 还有英国的 这个石头 她的中脉是通的 台湾也有地址 中脉是通的 我简单就举这两位 她的中脉是通的 她的气是通的 为什么气会通呢 因为你精神集中 当你中脉通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感觉到 你产生热会产生出来 因为你气已经很足了 气在中脉里面行走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热受 就是大热泳池 非常重要 你得到大热泳池以后 你每天都会很快乐 你知道你获得了宝 那个叫做大热泳池 那个宝物你得到了 得到了气的这个宝 再来你会得到什么 因为你气很充足了 整个宗脉通的时候 它光明就会显现 你可以看到光了 当你看到光的时候啊 最后 你终于 会达到一个境界 光里面显现了本尊出来了 你融入本尊 你融入本尊或本尊融入你 将来你就修成本尊相应了 先产生热 然后呢 再产生光 最后呢 由光中跟本尊相应 跟本尊相应了以后 随时你都是本尊 就是密教本身的法 密教本身的法 但是也是要由禅定 精神统一入门 没有精神统一 脑筋浮尸乱想 还在世俗之间浮尸乱想的 没有办法禅定 谈明 谈财 谈色 它是没有办法禅定的 因为你脑海里面不是 不是财 就是明 就是色 每个脑海里面 把你整个都搞乱了 整个脑袋都是垃圾 Garbage Your head is too much Garbage 全部都是垃圾 一天到人想的就是这些垃圾 又好吃 又好睡 所以讲说 第一五条根 第一章中 就由这五个 变成你的第一 财 色 民 食 睡 就是第一五条根 好吃 好吃 懒做 好睡 好睡 贪睡 你就去睡吧 从早睡到晚 从早睡到下午 下午又睡到晚上 晚上又睡 白天也睡 晚上也睡 那你是一条鼠猪啊 连活猪都当不成 连活猪都当不成 醒过来 一忍 就是吃 吃了就是睡 吃完了就睡 睡了就吃 下辈子你当猪公 一忍 台湾话讲 低公 猪公啊 大猪公 在比赛赛猪的时候 那养的那么肥的 比赛 那最大的猪啊 在三峡祖师公庙的时候啊 那些大猪啊 回猪啊 咬着那个一个橘子啊 嘴巴咬着一个橘子啊 還比赛第一名 你就去当猪公啊 大猪公 吃 睡 人类的欲望 才射明 这五个人类最大的欲望 通通越来越少越好 再来呢 你就是要 学习禅定的时候 鼠席 联合问我 我说入门就要鼠席 鼠着自己的呼吸 一直鼠到 连呼吸都忘掉了 精神统一了 你专注自己的呼吸的时候啊 你就精神统一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认为鼠席就是入门 第一个最好的方法 数自己的呼吸 你当然不能说眼光鼻啊 鼻观心啊 这样子做的 所以我跟人和上师回答 师尊就讲了这么 一个 就是 眼光鼻 那么眼睛半眯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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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合起来 合起来你就会睡着 你必须要半开的 看着自己的鼻端 注意他的呼吸 把呼吸变成颜色 你呼出来多长 吸进气多长 平均 平均 平衡的这样子呼吸也可以 不然就是吸进气长 出来的短 你可以观察 然后去数这个呼吸 精神就会统一 其他脑中想的那些 垃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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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要丢掉 还有第二个问题 马来西亚 罗华国问的 关于禅定是有很多方法 但是 师尊今天只讲那个 鼠席 鼠席法 鼠夫息的方法 马来西亚 罗华国问的 马来西亚弟子 罗华国向师佛顶礼 问题一 发菩提心 如师佛在2022年1月30日的开示讲 每一个法都绝对要发菩提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发菩提心 有同门说 在修上师相应法时 还没有念清净咒之前 做了四五亮星光 就等于是发菩提心了 所以修法时的发菩提心 可以略过了 又有同门说 修法时念的每一句咒语 一句佛号 都等于是在发菩提心 所以修法时有的 有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 又有一个同门说 行者如果明白发菩提心的意义 就已经相应了菩提心 所以修法时的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 又有同门认为 如果行者发了大愿 如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或粉身翠骨度众生之愿 那么也等同发菩提心 所以修法时的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 略过就是说不用了 请问根据上面同门所说 是否可以在修法时 不必再发菩提心了 感谢师佛解答 罗欧法我鼎礼 我告诉你 这些同门所讲的 全部都是放地 做什么都要发菩提心 哪里修法的时候不发菩提心的 做任何事情都跟菩提心有关 这些同门所讲的 这仪盖前 做了什么就是要发菩提心 修法的时候不用发菩提心 做了什么就不用 修法就不用发菩提心 放壁 告诉你两个字 放壁 答案就是这两个字 简直是不限 真的 每一件事都要发菩提心 任何的事情都要回向 那回向 发菩提心 任何的法都要发菩提心 哪里修法的时候不发菩提心修法的 什么是菩提心 一切的善行都是菩提心 一切的善念都是菩提心 一切的善念都是菩提心 修法的时候不发善念吗 当然也是善念啊 你坐在那里修法 你要观想你的父系亲人母系亲人 父系的亲人 母系的亲人 后面的恩人师长 前面的燕亲寨主 六道众生 一起发菩提心 去修法的 你修法是为了六道众生修法的 怎么可以不发菩提心 任何事做任何事情都要发菩提心 就是一切都是善念 就是一切都是善念 跟马来西亚 罗伯华讲 这些同门所讲的 全部都是放屁 我已经讲了 每一个法绝对要发菩提心 任何法都要加上发菩提心的 已经讲了嘛 甚至于做任何事情都是发菩提心的 无为而为 我不是为什么 我不是为钱做的 我不是为民做的 我也不是为什么利做的 不是 菩提心是无为而为 我不为什么而做 但是都是一些善心 哪有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十点半 有男人去问神 九个女人 九个女人 必须放弃其中一样 应该如何放弃 就神回答 要看年份 有一个男的 那去跟 这介绍所的一个女的 男的讲 你能介绍个女朋友给我吗 这个 回答 好 我试试看 你要什么样类型的 这男的问 要眼睛大大的 要睫毛长长的 要双腿细细的 要双腾挺挺挺的 要双腾挺挺的 这 中介就讲了 那我介绍 肉头给你 眼睛大大的 睫毛长长的 双腿细细的 双腾挺挺挺的 双腾挺挺的 就是肉头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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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